建民委員所提到 大法官刑理案件法 請你尊重主席、主持會 我們是主條 有意見的我們是保留、佔保留 其他的我們是沒有意見的我們就通過 那再回過頭來再去審查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是非常充分的在做討論的 討論到一段時間以後認為說 這個還有疑慮 所以我們就佔保留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你沒有在現場 不要亂說了 那第二個我是請柯委員也要尊重主席 今天吳 薇貞委員擔任這個招委 擔任這個主席 他當然有權利說我在協商的過程當中 我要基於意識的效率 快 所以我沒有意見的 就通過了 有意見的就保留 有保留的部分我們再來協商 所以用拿著麥克風在講沒有說對錯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會場有主席去做這樣一個決定 不要說臨時又跑來放個炮 等下又走掉了 我覺得這樣也不好 還是要維持 我們司法法制委員會 在意識的程序的一個進行 我想大家會擔任立法委員都一定有相當的經驗 當然你的經驗是比其他的委員都還豐富沒有錯 那你要跟吳一貞講啊 對不對 你認為說這樣不好 那你要跟他講 讓他去主持的時候 照程序來走啊 我這個程序其實他今天已經有照那個 照那個程序在走啦 不要再耽誤大家寶貴的時間 對